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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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裡面的Canvi CP Ivy So 蘇雅琳 和Candy 王嘉晴 昨晚上今日疫情 跟大家聊天 這個疫情令不少人變身 逆境廚神 下一個會不會是Ivy呢 我自己忙了很久沒有煮食 研究食譜 最近就開始研究麻薯波波 怎樣做 暫時還未成功 你做出來是自己吃的 還是被人吃的 因為阿Dae很喜歡吃 所以要做給他吃 做給大家吃 Candy呢? 麻薯波波也很棒 有甚麼味道 甚麼味道?他做出朱古力和綠茶 即你有吃過的? 我有吃過 Ivy就煮食 而Candy的消行活動 就是和粉絲互動 和大家玩Q&A 因為很久沒有面對面 這樣看見他們 所以覺得做這些活動 好像有機會和他們互動一下 也挺好玩 所以我自己又在家裡 又悶 我自己又不喜歡外出 就在家裡吃、玩、睡、睡 在玩的方面 就是在社群網站上 可以開個問號 問一下他們 我看到一些有趣的問題 或者留言 我又回覆他們 其實我覺得這個交流 挺好玩 挺開心 有否可以分享 最近有否有粉絲 問過你一些問題 你覺得很有趣 很深刻 可以分享嗎 問我嗎 她一天問怎樣 我 我有看 她答得很厲害 因為我自己的答案 就是可以加水變成糖水 但也有很多粉絲在TG 都說應該問Ivy怎樣可以 我 我也覺得挺好笑 留在家裡,除了吃、玩、睡 身為女團食員 她們也有保持自我增值 其實現在很難一起練舞 如果有新歌曲的音樂影片 或者拍攝的話 通常都是在現場才配合 自己唯有多看一些 之前練舞的影片 去記清楚一些 步驟和走位 唱歌 好像你們還有上唱歌課 但怎樣上 我們唱歌 不過我自己是 Ivy也是 我們也是用Zoom去上 就是在疫情期間 另外一位嘉賓 Robin、葉澄澄 也有因為疫情 學會新技能 我現在 雖然出了新歌 但我也是 其實是做 兼職發言師 就是我老公的發言師 我已經剪了她 頭兩年了 就是由我 疫症一開始 然後我大肚 然後她不敢 已經不敢出去 那我就問我發言師 有什麼工具要買 然後我就看YouTube 這樣學 我現在已經很專業了 真的愛 因為我女朋友說 幫我擠暗倉 我也很害怕 不要 何況剪頭髮 你想想 髮型很重要 但你現在覺得 已經是 教育了這件事 甚至可以幫朋友剪 會不會 我有提供過 但是沒有人拿我 這個方法 竟然被拒絕 Robin的朋友走保 我來 小動作 我來 我來 看我 有什麼事 我去不去 你 你